新一开始在宁关新新北市戏指中午发生了惊险车祸 小货车在这满满的鸡蛋要是送货的 结果呢遭到后方租赁小客车擦撞 这一转呢发出了巨大声响之外 小货车上的鸡蛋几乎全部喷飞杂落 整条马路上啊通通都是破鸡蛋 让民众都看傻眼 警方到场一查发现这租赁车的驾驶 在前几个路口才肇事逃逸 没有想到再度酿成意外 小货车亮起方向灯慢慢靠左准备要回转 没想到后方小客车完全没注意 直接猛烈撞了上去 就看到货车突然剧烈摇晃 而车头载着一栏栏鸡蛋瞬间就喷飞出来 整条路撒满泼鸡蛋 蛋液简直成了路上小池塘 民众看到这一幕傻眼了 撞击力道有够大 肇事的租赁小客车安全气囊爆开 驾驶还一度卡在车内 蛋那个全路都等下来了 看起来真的 很可怕 夸张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汐止区 15号中午12点多 蛋车正准备要去送货 就在快抵达店家时 后方坐令车没减速擦撞 才让蛋洒落一地 但警方一查着肇事的 唐姓女驾驶根本是赵逃 开着租来的车在前几个路口 已经和两部车擦撞 当时没停下来开了继续跑 可能一时慌张又撞上蛋车闯了大火 在大同路二段与西湾路口 碰撞了两部汽车后 又接续在向前行驶 约200公尺处 在追撞一部小货车 导致小货车上的蛋价 散落一地 这么一撞上千颗鸡蛋落地 简直成了蛋滑糖 女子开着租赁车闯货 到底是她精神不济 还是驾驶技术差太紧张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 不过这一路连续撞 这下真的有得赔了 记得胖渔章是魁欣被报道